HELLO 各位观众老油门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玩笑好 我是国际解说 郭特驰 那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将是由来自中国香港的热狗大哥 对上日本的刘欣 刘欣在这个昏暗的灯光下 他的黑眼圈并不那么明显 看来今天的仙人模式的效果 不是很显著 那热狗大哥这位兄弟呢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EVO大赛上面 他坐在我的后面在看我打比赛 然后大家同样都是用将军的 对不对 我一直在挨打的时候 他一直在那边点头 这个示意打得好 这个我很心酸你知道吧 他点一下头我心酸一下 因为我真的就一直在挨打 但是与他不同的是 我很支持他 对不对 热狗大哥的将军 我一直都是非常欣赏的 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场比赛 开场给到一个瑟康 这个瑟康超远距的一个中角 现在很多将军都会用这个中角 去打对手的一个出手 感觉效果还算是不错 这里中角是直接抓到对手的一发 RVS反应非常快 然后又是一个反向的对空 中角又给到一个瑟康 现在热狗的进攻打起来有点顺 对手手上有这个VT在 有VT在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镜子给出来 其实这个镜子只要给的好 一波将军就死掉了 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一下 下中角这里头锤直接凹了出来 那刚才如果热狗中角是跟上一个剪刀角的话 可能会被这个头锤凹中 流星这边是交一个能量 就想是把自己的VT能够交出来 交出来的话是有翻盘的机会 我这边很可惜啊 没能给成功 中拳又拍到一个碎康 这里有点赚 剪刀角过去以后是 哎 这里没有踢中 然后直接按了一个中拳出来 被对手先一波投中 那流星在这边 又是一个跳入成功 看一下热狗这边防守还是很耐心 没有乱抢 中拳摸中以后是把这里拉出来 这里还是刚才想要用中角去抓一下对手的出手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一些新的套路和经验在里面 清拳点开 然后剪刀角出来把这里VT交出来 他今天带的是VT1 清拳摸中了以后剪刀角过来 下段直接起手又是一套 这边最后一下了 怎么来 直接选择再绕一次后 nice 那这样的话是连续的两次猜中 第一次直接偷下段 第二次是选择绕了一个后 不过这次感觉流星是有点睡醒了 明显那个黑眼圈是小了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灯光的关系 那今天热狗的这个状态感觉开场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这边进攻上面带着自己的VT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棒 不知道这场会怎么样 开场先摸一下 清脚直的点撞 重拳拉出来拉一个重波 这里每次重波拉完以后都会用重角去抓一下 回头我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抓对手的出手 好像还真就挺管用的样子 这里被放倒 然后前冲 这怎么游戏声音突然变得这么轻 跳一下 好了这边是发波命中以后 现在到板边跳中拳下来打了一个拆头 下来一下子就被打晕了 那流星在这边是非常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这一灯给拿掉了 流星在这里至少是没让热狗这边把VT开出来 因为在板边有带VT的话真的是要出门交两个能量 踩一下头加一个剪刀脚就可以直接出板边了 这边跳中拳封住 轻角发波往前 直接选择用重拳去拉对手 这个我没有想到他应该是判断对手和后起身 这里是想要搏一下 啊 这边又给到一个碎坑 两边都是互相在远距离用重攻去拉碎坑的选手 这个玻璃一碎事情就很大 反手拉一个头 这边会怎么来 是瞎中角还是中拳 只能是烧火 然后开V 这边绕你上去的有点远 没有头重 下来这一发则会有点麻烦 热狗在这边没有选择直接用一手28踩头凹出去 其实他切的能量很多 他如果对手这一发镜子过来的话 用一个踩头是可以规避掉对手的一些则 然后在一个剪刀脚取消的话 应该是可以转手为攻的 但这里没有这么做 还是想要耐心的去防过这一波 因为毕竟三格火力用来防守的话 可能防住了也没有办法反击 他要把这个资源留在秒杀对手上面 我觉得还是先留下自己一条命可能重要一些 上来VS吸掉以后中拳对空 怎么说 又是重拳摸中了 我觉得他这个重拳摸中的概率有点高 这里真的一个中角又给到一个碎康 柔金在防守的时候动作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热狗这边抓碎康的能力也非常强 这里是一发镜子直接先打一个连段 会不会有修正 没有 那在这里想要投早了 直接被拉回来 现在手上还有一发镜子 会什么时候丢出来 没有打拆 可以啊 这一下清雕刚出去 被对手一个头锤出来 防住 直接交VR 这一下VR没有给到对手 现在被镜子压住 好的 全都防住了 那这样的话 热狗在这里胜算特别的大雷劲 对手没有VT 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前冲了以后一发下青鸟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一个关键点上面就是热狗比你多这么一格资源 他可以直接选择用一发波过来强拆你一下 好的 这一下跳中拳摸中了烧一把火过来以后情况就直接点开 现在流行这边 使用自己的后跳 又使对手是直接打过来 然后先不强壮 强掉 阿波VS然后拉中以后再往前 现在压在半边 这里的进攻要怎么来打 流行这边是只差一点就可以爆出自己的VT了 但是在这里的话热狗选择是缩一波 确实在这个点上面如果跟对手打太凶 对手一个头吹过来 自己前面努力大半天的事情全都就没了 怎么来做 每次摸完以后就直接走人 走拳再摸拉一个中波 跳躲摸 这距离其实控的非常的好 对手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就是这样把对手镜子骗出来以后 自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优势了 现在流行剩下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三个能量 这三个能量会怎么来交 直接选择前前两下突然抓一发头 来了进攻要来了 流行在这边直接选择投完以后前冲来打 拼得很凶 第二发镜子回来全部防住 啊这里是可以直接带C了 哎 他还省能量了 热狗在一个巨大优势的情况下 居然是被流行翻了 慢慢没有想到 这里是双方打到一个决胜点 防住下段起手摸中 然后头不中 现在是流行这边先拿到一个板边进攻 这里突然一个前冲 在这个点上面的前冲有一点微妙 应该是想要躲对手的一发跳路的 哇这里被投中了有点尴尬 竟然是在一个有力的时间点上面 热狗现在这边手上的最后的VT 而且能量有点缺 VT就算开出来也很难打呀 最后还是被对手抓了一发 拆头直接被带走了 刚才在自己一个拥有非常大胜算的时候 被对手的两发前前 一波薄命式的进攻 反手就要回来了 这个热狗也只能给自己摇摇头了 确实在这一场丢的非常的可惜 其实胜算非常的大 但在最后上面就是没忍住 没忍住他就没办法了 好了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